为善不落人后的 卢州玉皇太子慈善功德会 这次受国立空中大学的邀请 办理社区爱心意检活动 公主苏明辉特别率领意检团的13位志工 免费为有需要的礼民服务 苏明辉表示 卢州玉皇太子慈善功德会 旗下的意检师不但记忆操群 也极富爱心 在大家无私的奉献下 今年获得新北市社会局领航奖的肯定 我们玉皇太子慈善功德会 成立两年 也前几天也获得人民团体的领航统奖 那这个门槛也是非常有一个规格 我们在这些意检团跟旗下的表演团 还有甚至的一些推拿 什么意检活动之类 我们都是有相当的制度 也相当有一些纪律 意检活动从上午11点开始 吸引不少民众前来排队 面对大批人潮 玉皇太子慈善功德会的意检师 不慌不忙 抄着专业利落的刀法 剪出一个个漂亮的发型 对于能用一剂自长来帮助别人 志工们都很开心 虽然说我们只是会一点小小的手艺 那但是能够参加这样的活动 然后服务一些 想要让自己更美好的民众 那我们觉得很开心 因为之前就是很想做 就比方说像 参与帮助别人 可是个人就是不可以的 那我就想说 终于找到公主 然后公主介绍 我觉得很开心 卢宙玉皇太子功德会 旗下议检团 目前共有40位议检师 全都是自发性加入公益行列 公主孙明辉欢迎志同道合的祭司 踊跃加入 一起把爱散播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记者伦鸿鸿 卢宁玄采访报导